亲爱的 房子我已经看好了 首付家装修要150万 你打算付多少钱 我出80万 然后一起还房贷 好的 那我们结婚后 把我妈妈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可以吗 没有问题 对了 房产证什么时候能下来 开发商再缓办房产证要等一等 你就不用管了 到时候我来管 两个月以后 陈坤 你给我说清楚 背着我在房产证上加你妈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你的钱是装修费首付 你一分钱都没有出 为什么要加你的名字 你的80万被用来装修了 不信你去银行查查记录 装修公司的钱是从你卡里划的 买房的钱是从我妈卡里划的 我们要结婚了 这房子我们一起付的首付 一起还房贷 最后和我没有关系是吧 我们要结婚了 结婚后就住这个房子了 我是我妈唯一的儿子 以后她的就是我们俩的 有必要分得这么清楚吗 你的意思是我占了便宜 免费住你妈家 如果我们离婚 我爸妈为我辛苦半辈子的80万 还有婚后我们一起还的贷款 就都白费了 你太过分了 还没结婚就想离婚了 别闹了 我妈说等你有了孩子 就把房子过户到孩子名下 这是给你的礼物 王琴一巴掌打在陈坤的脸上 陈坤 我家的80万是嫁到你家的敲门砖吗 有了孩子才能得到 我自己出一半钱买的房子 所以你想怎么样 还我80万 不可能 装修已经用完了 早点休息吧 如果我父母知道你为了房子和我吵架 他们会不高兴的 退婚吧 你说什么 我们没有必要继续了 三天内转回80万到我账户里 或者你可以和我律师解释 王琴 王琴说完直接冲了出去 无视陈坤在他身后的各种怒吼 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小两口闹矛盾 过几天就好了 后来陈坤的母亲还亲自给王琴打个电话 王琴 你还年轻 不要那么强势 结完婚生完孩子 陈坤什么都会听你的 房子迟早会是你的 阿姨 我不喜欢听你说这些 你们做事这么绝 反过来还怪我 阿姨这不是着急吗 别担心 该是你的一定是你的 后来陈坤给王琴打来电话 酒席都已经订好了 亲朋好友都在看 你也不想让人觉得你不可理喻吧 你别逗了 这是我不可理喻吗 然后王琴发了一条朋友圈 王琴的婚礼取消了 感谢亲朋好友们的祝福 李金会一笔一笔给退回去 当陈坤的母亲看到这个消息时 他赶紧给王琴打电话 你这个女人太不要脸了 你爸妈怎么教育你的 做拜金女 没有八十万你家是不是就不能生活了 如果我知道你这么穷 我们家小坤会看上你吗 阿姨 你有什么话跟我律师说 能协商就协商 不能协商法庭上见 你别跟我来那一套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自愿出的这八十万不可能还 你识相点就快点回来结婚 王琴直接挂断了电话 和律师沟通后 王琴删除了他们全家的联系方式 但是王琴没有想到 与陈坤的分手只是悲剧的开始 没过多久 亲戚朋友们就知道 王琴为陈坤打过胎 陈坤的家人不知道从哪里 用了一张假的币钞报告 上面写着王琴的名字 王琴气得浑身发抖 他把陈坤从黑名单上拉了出来 打电话给他 你才想清楚呀 你拖得太久了 亲戚们都有意见了 你有病吧 在哪里弄的币钞 什么币钞 陈坤你伪造我怀孕并散布谣言 你真行 你想进去蹲橘子是吗 你有本事别删了 我现在就去报警 等等 王琴你在说什么 走 到警察局 陈坤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 王琴 对不起 是我妈一时糊涂 我批评过他了 我妈妈知道他错了 别胡闹了 他身体不好 别报警吓到他 伪造B超时做了什么 有勇气做 却没有勇气承认 对不起 王琴 是他太想让你做我媳妇了 我们认识五年了 他受不了你和我分手 你别让我恶心 没必要跟我打感情牌 我现在看到你就恶心 我现在站在警察局前面 十分钟内把钱打给我 否则我进去告诉警察 你妈妈伪造B超的事 王琴 你 王琴赶紧挂掉电话 愤怒的眼泪不停的往下掉 不到五分钟后 手机收到了一条路障短信 陈坤的家里不是没有钱 他们只是不想给 王琴让律师起草了一份声明 要求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公开道歉 后来王琴离开了当地 两年后 由于工作调动 王琴回到了老家 不知不觉已经28岁了 家里人已经开始张罗相亲 当回来不久 陈坤就开始作妖了 陈坤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消息 却故意出现在王琴相亲对象的隔壁 借机捣乱 由于陈坤一家人这么一闹 王琴的名声早就臭了 杨先生 我有件事要向你坦白 我有过一个前男友 分手不是特别愉快 我知道介绍人已经告诉我了 你的案子是我朋友经手的 你都知道了吗 知道了一些大概 王小姐 我不是来和你谈恋爱的 我是来娶你的 结婚后房子会加上你的名字 公子卡上交 我名声不好 要不要听一听 名声对我来说是最不重要的 性格 家事 工作能力都比名气重要 成年人的结合 爱情占少 何事占多 谢谢你 你谢我什么呢 在后来的聊天中 王琴 承认自己被感动了 在梁白开身上有一个很好的适当线路 相亲结束后 梁白开送王琴回家 王琴正准备进楼道门 忽然一个人从后方出现 把王琴拖到一边 直到来到一个隐蔽的灌木丛前 你他妈的高大上谁了 有话好好说 你能放过我吗 把我当垃圾 别弄脏了你的地方 陈坤一巴掌打在了王琴的脸上 我是不会放手的 我和你在一起五年了 你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吗 就在这时梁白开冲了过来 把人给我放开 她是我女朋友 你算个什么东西 梁白开一巴掌打在陈坤的脸上 王琴 这里有摄像头吗 没有 那正好把她打死 别人也发现不了 你是谁 你说呢 什么人最在意监控 你不知道吗 陈坤吓得脸色苍白 跑开了 跑的时候还不忘威胁王琴 王琴 你给我等着 事情还没有结束 还好我没走 她是你的前男友吗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你是黑白通吃呢 除了犯罪嫌疑人 我们的律师也很关注监控的 走吧 我带你上楼回去处理伤口 事后 王琴买了一个监控 安装在自己家门口 接下来的日子里 王琴和梁白开相处得很好 很快她就和梁白开闪婚了 结婚第二天就去了公司 小王 你今天气色不错 有什么喜事吗 我结婚了 这么大的喜事你都不告诉我们 你太不够意思了 没有没有 我没告诉你 是因为你们最近都很忙 那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给你补这个钱 但是你得请我们吃饭 哈哈 没有问题的 你老公长什么样 让我们几个开开眼界呗 是啊 不仅是婚纱照 还有小时候的照片 这样才能知道你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有婚纱照片 但是应该没有小时候的照片哦 你问一下他 也许有呢 由于动人的起哄 王琴只好给梁白开打电话 亲爱的 我想看看你的小学照片 我没有小学的照片 只有初中照片 没关系 初中就初中的吧 然后梁白开发了一张初中毕业的照片 王琴勉强认出梁白开在里面 同事看了都夸他帅 王琴刚想把手机收起来 突然眼睛盯住了照片的一角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站在梁白开旁边的就是陈坤吧 而且陈坤的手还搭在梁白开的肩膀上 显然关系很好 他们两个人是初中同学吗 一种强烈的不安充满了王琴的内心 王琴想起了当初和梁白开的相识 梁白开开门见山 没了解就要结婚了 我的老公和我的前任竟然是初中好兄弟 难道是 未完再去 下集更精彩 我老公和我前任原来是初中好兄弟 我是不是被他们欺骗算计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一种被骗被算计的不安感充斥着王琴的内心 下午五点梁白开来接王琴下班 你怎么了 被领导骂了吗 哦 不是 这是你吗 王琴指着手机上的照片 眼力不错 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这个人呢 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我好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王琴看着梁白开眼神恍惚 真的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告诉自己的吗 梁白开的电话突然响了 接通后打开了免提 是班长吗 下周我们的同学聚会 你有时间来吗 初中同学 是的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李豪啊 想起来了 好多年没见了 真的应该聚一聚了 如果陈坤和梁白开认识 他们一定会露出破绽 我也要去 我能带上我的家人吗 你结婚了吗 是的 当然可以啊 好的 时间地点定了以后提前联系我 说完梁白开挂断了电话 你今天好像对我初中的生活更感兴趣啊 啊 我发现你年轻的时候很帅 哈哈 是吧 梁白开和同学们在三环外的不夜城聚会 晚上六点多 包间里已经坐满了人 王琴进入房间的那一刻 他迅速扫过所有在场的人 没有陈坤 大家落座后 没多久 一个人走了进来 没错就是陈坤 那一刻 王琴紧张地握紧了梁白开的手 大家好 让我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妻子王琴 陈坤突然激动起来 兄弟 你看起来很面熟 你是谁 哦 那天是你 不好意思 光线太暗 没认出来你 我是班长梁白开 这是我的爱人 班长 这是新婚 是的 没错 闪婚吗 你们彼此了解吗 年轻夫妻总是这样 相处久了 就能看清楚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了 嘿 陈坤 你是算了吧 我看你小的年纪也不小了 怎么还没遇到合适的人吗 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我女朋友和某人私奔了 戏份一瞬间 安静下来 梁白开漫不经心的 继继续给王晴拨下 梁白开 我想回家 对不起各位 我们有急事要办 先撤了 你酒还没喝呢 怎么就走呢 是啊 很难见到你们一次 下次 下次一定要给大家补上 说完 梁白开拉着王晴走了 陈坤刚要站起来 跟着出去 就被拉回来喝酒 回到家后 对不起 我没想到你和他是同学 我怕你会联合他来骗我 因为结婚后 你我一点都不像正常夫妻 我理解你 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以后有我在 没人能再欺负你了 放心吧 亲爱的 谢谢你 一夜之后 王晴和梁白开 彻底消除了隔阂 第二天 梁白开很早就去上班了 王晴说身体不适 所以向领导请假 突然妈妈打来了电话 陈坤他不知道你结婚了吗 妈 发生了什么事了 他带着礼物来见你父亲和我 妈妈 别和他争了 我马上回来 然后王晴下楼 开车一路踩油门 回家 这时 陈坤在客厅里 王晴走上前来 把陈坤叫出门外 王晴 我找不到你 我只能找你的父母 你到底要干什么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你别生气了好吗 陈坤 你以为这是男女朋友吵架吗 我结婚了 我们没有关系了 你嫁给梁白开 不是因为他有钱吗 我们恋爱五年了 分手两年了 你还是不明白 我为什么离开你了 你从来没有尊重过我 和你在一起 我不能和我的姐妹们 一起去购物和旅游 包括一起出去吃饭 一直都是我买单 说你的钱会存起来 给我结婚买房 太多细节说出来 像是小题大做 但又不能不说 走吧 我已经在附近 安装了监控 如果你在上门 我就报警了 你这个败金女为了钱甩了男朋友 你真可耻 是的 我就是嫌你穷 我嫁个有钱人怎么了 你骂也骂了 你可以走了吗 你听到了吗 他嫁给你是为了钱 他不是个好东西 我劝你赶紧离婚 不知道什么时候 梁白开出现在王晴的身后 王晴一巴掌 打在陈坤的脸上 用了很大的力气 直接把他打猛了 我想通了 你在搅乱 我就直接把你伪造假币 抄得是统报网上去 我知道你不怕拘留 所以请你妈妈等热点网友的电话吧 随便吧 冬出去 所有人都知道你和我的事 梁白开对此表示赞同吗 王晴咬着牙恨不得 把这个男人撕掉 王晴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不介意 瞬间 王晴所有的委屈 有了发泄头 眼泪止不住的流 你还有什么事吗 你是不是忘记了 上一次打你的那一顿 你还想让我再打你一次吗 我老公要打你 招招避开要害 你告都告不赢 以后走在大街上小心点 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梁白开似乎在配合着王晴 慢慢地撸起了袖子 陈坤害怕了 扔下无关痛痒的狠话 消失在角落里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爸爸打电话给我 怕你出事 刚才放狠话的时候玩得很爽 想让我知法犯法吗 不敢 然后他们一起进门 爸妈 我在三环外还有一套房子 你们俩可以先搬到那里 不用了 我们老了 我们只要有一个住的地方就可以了 没那么多讲究 梁白开无法说服他们 饭后 他带着王晴回家了 从那天起 陈坤消失了 然而 这天晚上 王晴在梁白开的办公室对面 遇到了陈坤的妈妈 听说你在找人 网上举报我 你挺能耐呀 就你这种货色 当初我就不同意 小坤跟你好 看我说什么来着 阿姨 我和你儿子没有任何关系 来人呐 都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人 欺骗人的感情 丧尽天良 够了 陈坤的母亲 见这招没办法 选择直接躺在地上 我受伤了 我要告他 我想让你当律师 这场闹剧吸引了大批观众 王晴半天没缓过身来 几分钟后 王晴来到梁白开的办公室里 放心吧 他这是碰瓷 我们起诉他 对不起 梁白开要去告他 却被王晴阻止了 他们家是典型的不讲理 还能变三分 不要在这件事情上 浪费我们的精力 最好的办法就是无事 下次绝不手软 好的 这边王晴的话刚落 陈坤的妈妈就把他传到了网上 王晴 他在散布谣言 你记得你答应过我的 对吧 在视频链接中 陈坤和他的母亲都接受了采访 我和他谈了五年 分手可能不太愉快 他是个热心长的人 我妈在街上遇到他 想和他聊聊天 老人不懂事 影响了他们夫妻感情上的交流 他就把我妈推到了 他也没有坏心思 请不要在网上曝光他 我们家穷 我拖累了儿子 直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对象 五年时间都给人家姑娘了 他念旧不想找 视频下方的评论区也是一样 都是在骂王晴 嫌穷爱富 几天后 王晴的手机里 突然接二连三的收到短信和电话 王晴的联系方式被曝光了 这是你别管了 我来处理 这次我肯定把陈坤收拾的服服贴贴的 这次我想自己来处理 王晴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会收拾我带来的烂摊子 这是最后一次 我相信我能处理好 好吧 但是你不能自已和陈坤谈判 你必须保证安全 我明白了 放晚 王晴联系了被曝光的记者和几个博主 你好 我是王晴 陈坤的前女友 王小姐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这是录音 这是B超的清单 我们分手是两年前的事了 为了破坏我的名声 找人批图发在朋友圈的B超 我没有和陈坤发生过实质性的关系 是他造谣我为陈坤打过胎 你如何证明这个人是陈坤 我有和陈坤的聊天记录 完整记录了和他分手的过程 包括他们家打算拿我的80万 要挟我和他把婚礼办完 他妈骂我拜金的截图 我和他分手后 为了不被当地人笑话 去外省工作了两年 回来就好 我现在的老公相亲结婚了 所以不存在嫌贫爱妇的情况 得知我相亲的事情后 他差点把我逼到小区楼下的灌木丛强报 最后家里装了摄像头可以看监控 他出现在我家周围 骚扰我的父母 你为什么不报警 他没做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也不能在牢里待几天 而我父母亲戚朋友还在当地生活 我不敢 这次我是来接老公下班的 我不小心碰到了他 被他揪住辱骂 我还带来了视频 王小姐 你想要我们做什么 把真相告诉所有人 我不怕 我老公也不怕 他们诽谤我 我反驳谣言很正常吧 对呢 没错 第二天 王婷的截图就传遍了网络 有视频证据 剧情反转了 原来他就是这么个人渣 亏我答应给他介绍对象 我得赶紧告诉他 把他拉黑 现在他们家名声臭了 整个小区都知道了 都在议论 估计他们也没法做人了 梁白开下班时 王婷笑咪咪的告诉他 突然一个陌生电话打来 梁白开接了 王婷 你给我等着 我要起诉你 我是梁白开 我碰巧擅长打官司 陈先生需要帮助吗 电话另一端的 陈坤一句话也没敢讲 梁白开挂断了电话 梁白开起诉了 陈坤和他妈妈诽谤 最终陈坤和他妈妈 被关进了小黑屋 王婷和梁白开 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样的结局 你们满意吗 全集完 没错 感谢观看